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新武侠世纪第一位武侠电影《红星》 王宇原名王正全是李小龙之前片酬和票房最高的豆子剧星 他出名得很早 电影史上第一部票房或百万的电影《独必导》便是由他主演 王宇在三个世纪六十年代 赤少氏当家小生 曾以以手足情深入围金马甲最佳男主角 九十年代 他一度带出影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小龙